大家好 我是柴 我是柴克老闆在这里 这个月轮到竞争最激烈的GPAC组了 9月9在2月29号的评价日当天就公布了 原本我以为会是维持在0.55 但没想到调高到0.61 所以成立以来世纪 0.54 0.54 0.55 0.61加起来2.24元 以3月1号的收盘价24.25 来计算殖利率就有9.2% 919去年6月宣布未来世纪配息不低于0.54 是真的说到做到了 而且前三次配息都已经填息了 我们从三组上面可以看到 919在宣布完这次配息的隔天 3月1号就加发了25.7万张 规模一天之内就多了63亿 接着918也在29号的下午公告0.7元 因为它股价比较低 所以四次配息合计换算下来 年化超过10% 然后在3月1号915开出了0.72 也是它成立以来最高的一次 近世纪9.6%也非常的高 而且我们用近世纪的算法 其实是比较保守的 如果用暴力乘以4来年化 这三档都在10%以上 甚至有到12% 但我们之前讲过暴力年化的算法 是假定未来世纪不低于这个金额 它比较适合那种复制贴上 或是金额变化不大的ETF 但实际上即便是有安装凭准性 有的ETF它的配息高低起伏 还是会很大 那这个时候直接乘以4 就容易过度高估或是过度低估 所以我们才会建议 不要只看暴力算法 还要同时用过去一年实际配的金额 再算一次 两个一起来看会比较客观 但是915 18 19这三档 即使使用比较保守的算法 这一次值利率也有9到10% 929 3月也是继续配0.13 包含712也接近9% 这些ETF都有安装凭准金 但是四大薪资 已经在1月就上路了 有人力高配的还是继续高配 所以初步看起来影响真的是不太大 而且919官网揭露的数字 截至目前净值当中的可分配投资收益 还有1.78元 3月配掉0.61还剩1.17 就算6月再继续配0.61 也还剩下0.56 6月进度夏天之后 水蜜桃就会开始慢慢长出来了 这个货一补进来 到时候54C的水位就会再上升 所以到了9月 可分配的金额绝对会不止0.56 再加上今年夏天934 36 39 40这四大月配都会开始出息 大家都会比说不定6月还有可能再往上加一点点 这是我猜的 说到这一个可分配投资收益 只要上投信的官网其实都可以查得到 每天都会更新 只是每一家投信放的位置不太一样 可能要稍微找一下下 每一家的写法也不太一样 但基本上都是分成ABC三项 其中B这一项虽然上面写收益凭准金 但群益底下就有挂号写包含现金鼓励 利息收入收益凭准金等等扣除本基金应负担之费用 底下备注有写这一项就是可分配投资收益 我是觉得B这一项的名称把它改成可分配投资收益 会比较好懂一点 因为这里写收益凭准金 然后里面又包含收益凭准金 然后C这一项应该是价差 但又冒出一个资本损益凭准金 其实整个看起来很confused 但如果没加装起来应该是被规定的 但没关系 反正找到B这一项 就是J档ETF目前不含价差可以分配的金额 不过要注意 只有安装凭准金的ETF 才需要每天揭露这个进取组成 目前没有安装的ETF 像是900 730 701 934 36等等 就看不到这个东西 讲到这个可分配的投资收益 因为凭准金新制上入之后 配息将会以54C为第一优先 所以要拉高配息能力 就要提高54C的占比 那代表今年超高殖利率的公司 就会更抢手 接下来3到4月 就是各家公司开董事会 宣布股利政策的旺季了 可以留意市值前300大 而且殖利率8到10% 再加上基本面不能太差的公司 未来在5到6月高股息ETF的例行调整 都很有可能被纳入 等4月我们再来找机会做整理 再来看到截至2月底的绩效 大盘在2月上涨了6% TSMC单月的涨幅则是将近10% 前两个月的累积报酬到16.36% 所以目前最直接受惠的族群 就是高寒基的ETF 目前绩效最领先的是 以高价股为主的894 寒息将近13% 第二名则是小台积电0052的11.3% 接着包含了0051、891、6208等等 这些全部都是高寒基的经典 一直到第11名的0050都是 接着12名终于出现了第一档高股息919 虽然他没有鸡腿 但他有联发科、联友、瑞育 这些半导体股 而且权重都不低 因为这几家公司2月涨很多 所以让919排名大幅领先其他高股息 另外一档在红线以上的高股息也是来自群益的927 其他高股息目前都暂时落后大盘 继续看到国内组目前的人气规模 这个月成长最多的还是919和929 已经连续三个月包办冠亚军了 2月份交易天数还是比较少的 结果都增加了11万户 成长了20几% 第三名则是2月份除息的878增加6.6万 来到123.4万 目前全台股人数最高的是中刚的124.5万 878和冠军只差1万多票的距离 而不只是人数 其实878二月增加将近118亿 目前和0056的距离也已经剩下不到50亿了 然后919这个月加18%来到快1400亿了 不断的往929靠近当中 所以56878 91929这高股息四大千亿巨授结构已经很明确了 而四值家族的招牌506208 因为TSMC的持续大涨 可以注意到最右边的2330的占比都已经超过50%了 但是你看中段的像是85092 923 这些改版后的类台湾50 都有设计各股权重的上限 超过的部分要定期剪头法 所以你看他们的台积电债比都维持在三成左右 最近很多人在说ETF新不如旧 我觉得这倒也未必啦 就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 因为新ETF的商品设计一定会更贴近当时的市场需求 不然就不会有月中评价的设计出现啦 而早发行的商品优势 在他们经历过历史的考验 有更多的时机可以让投资人参考 我觉得是各有优缺点 另外在中段班可以注意到的是 具有半导体和高股息双重身份的927 一个月增加3万多户成长157% 以%数来讲算是这个月的冠军 而继配C组两个竞争对手915和918 去年2023年韩席总报酬分别排在全班的第二和第四 也是高股息家族的冠亚军 目前人数也占到非常的接近 都在5.2万增加幅度也差不多 分别排在第18和19名 但918规模已经破百亿的成长速度也蛮快的 再来看到国际组 这个月人数增加最多的是712 规模也首度占上了300亿 国际组去年的绩效王757 这个月增加大约4000人13.5% 前进一名到第七名 规模也是创新高突破了200亿 另外为了因应今年的降息 我们从3月份开始特别加开了债券ETF人气榜 因为债券目前有总共84档 我们没办法全部整理 所以只统计受益人数前20大 可以看到目前人数最高的是债券界最资深的00679B 元大美在20年有27.2万人 规模1614亿 但第二大的马上就跳到最之前的 9字头的群翼00937B 他去年12月5号才刚挂牌 最近刚满三个月 但他的人气已经累积到快将近20万了 规模也来到722亿 他3月份公告出来继续再配0.084 以3月1号收盘价来换算 成12年化大概是6.5% 这个月成长最高的是另外一档 最近也很夯的00933B 国泰10年期以上金融债 我们前几天他有影片介绍 他跟937B一样都是采用月配 都是15元发行 不过933B是以金融债为主 2月份第一次配息累积的3.5个月 开出了0.23 到了3月这一次就恢复正常 金额下调为0.07元 以3月1号收盘价16.52来换算 有5% 就在债券一天福来说也算是不错 再来后面的751和772 规模都有千亿以上 如果从规模月增的幅度来看 有五档长天期的美债都达到双位数的成长 包含687 931 795 764 和857 因为今年很有可能会开始降息 再加上债券相对于股票还在低基期 很多人都透过债券来布局这个降息行情 所以债券ETF的规模和人气也有很明显的成长 前20大这样加起来就有 一兆3342亿 人数也133万 比上个月成长了12.7% 最后接下来是ETF的重要大事 除了3月还有940要募集 已经募集完的939和941 分别排在3月20号和3月15号挂牌 940则是排在4月1号 另外是我们在月配采购指南座的试调结果 大约10天的时间累积了1.7万票 其中有28%表示只参加940 是得票率最高的选项 但两个都参加的也有25% 只参加939的反而是比较少的只有15% 我觉得940还是有一些发行价的优势 并进募集最少一张起跳 10元的参与门槛还是比较低的 不参加等挂牌再说的有18% 不参加也不会买的得票率是最低的 而根据我们的了解在941之后 新的ETF号码牌好像已经发到945了 所以后面还有很多ETF的募集可以参加 最新的消息可以留意我们的YTFB 以上就是3月号的人气榜 大图下载连结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 无条件无料 就有帮助可以帮我们按一个 喜欢我们4月号见 拜拜 最近不是因为93、9和940 然后再讲那个双周配 对 双周的英文是什么 月就是monthly 然后周就是weekly 直接联想到就会说byweekly byweekly 你说bi 对啊 就是两个嘛 但是其实还有一个更漂亮的字 我们在澳洲的时候常听到 Four Nightly F-O-R-T-N-I-G-H-T-L-Y Four nightly 对 是 不是是啊 是是F-O-U-R 他是F-O-R-T 但是我觉得用这个字会比byweekly漂亮很多 所以可以把它学起来叫Four Nightly 好吧 Four Nightly 好吧既然你讲到英文呢 那我就来讲一个英文的笑话好了 好 你知道世界上哪里从来不下雨吗 哪里从来不下雨 拍卡 哪里从来不下雨 这一定是谐音梗 小孩也知道 答案是芝麻街 芝麻街 因为芝麻街没雨 芝麻 哈哈哈哈